各位你好,我是Lydia 今天繼續講《紅樓夢》裡面關於茶的文化 第一部分我們從七個境界來論述飲食文化 第五,天 這個天真是指天氣 天氣好壞決定了氣壓的高低 也間接影響水的溫和準確與否 先前有說到 茶水的溫度對砌茶的好壞 是亦有決定性的影響 若氣壓高,水不夠沸騰 溫度不到適當的範圍的話 那個茶就泡不開 香味都沒法逼出來 這個砌茶就低了格 在《紅樓夢》裡面第四十枚 賈武一群人又大官員 一開始就寫了 火氣即日,這日天氣晴朗 這有很多層的含意 對品茶來說就是好時機的儀式 天氣晴朗,氣壓正常 溫度濕度等 都是正常食時 砌出來的茶 可以在天時地利任何情況之下 悠悠然生 多謝,拜拜